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坚定不移 全面准确 贯彻落实 一国两制方针 发扬历史主动精神 积极应对港澳发展 内外发展的 变化 采取一系列 标本兼职的举措 推动一国两制 在港澳的实践 辟搏展浪 奋勇向前 取得历史性成就 发生历史性变革 第一 一国两制理论 开辟 新进阶 习近平总书记 对一国两制 和港澳工作 提出了一系列 原创性的 新理念 新思想 新战略 将我们党 对一国两制的 规律性认识 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一国两制的根本宗旨 就是要维护国家主权 安全 发展利益 保持香港澳门的 长期繁荣稳定 维护国家主权 安全和发展利益 是一国两制方针的 最高原则 一国原则 欲坚固 两制的优势 欲彰显 党中央 贯彻 一国两制方针 坚持两点 一是 坚定不移 确保 不会变 不动摇 二是 全面准确 确保 不走样 不变形 必须 依法 治港治傲 必须 坚持 中央 全面管制权 和保障 特别行政区 高度自治权 相统一 必须落实 爱国者治港 爱国者治傲 必须保持 香港 澳门的 独特地位 和优势 行政长官 和特别行政区 政府 是香港 澳门的 当家人 也是 治理 香港 澳门的 第一责任人 全面支持 香港 澳门 更好 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坚决防范 和遏制 外部势力 干预 港澳事务 一国两制 这样的好制度 没有任何理由改变 必须 长期坚持 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些重要论述 是对一国两制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为推进新时代一国两制实践 提供了根本遵循 也是港澳工作取得新成就 实现新发展的根本原因 第二 一国两制制度体系 更加完善 针对香港局势 一度出现的严峻局面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 审时度势 进一步加强 党对港澳工作的 集中统一领导 做出了 健全 中央依照宪法和基本法 对特别行政区 行使全面管制权 完善 特别行政区 宪法 和基本法实施相关的 制度机制的重大决策 推动建立健全 特别行政区 维护国家安全的 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 制定香港国安法 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 选举制度 并支持澳门特别行政区 启动修改 澳门国安法 所有这些 被实现港澳的长治久安 推动一国两制实践 行稳致远 提供了坚实的 制度保障 第三 香港澳门保持繁荣稳定的良好局面 在祖国的权力支持下 香港经济蓬勃发展 国际金融 航运贸易中心地位巩固 创新科技产业迅速兴起 自由开放 雄贯全球 营商环境 世界一流 包括普通法在内的原有法律 得到保持和发展 香港连续二十多次 被评为全球最自由的经济体第一位 在世界经济竞争力排名中 长期位居前列 过去十年里 香港数次登上全球首次公开招股集资额的首位 澳门 一中心 一平台 一基地建设 扎实推进 经济适度多元发展 成效出显 小而富 小而静 小而康 小而美 成为澳门的魅力名片 近两年多来 面对新冠疫情的严重冲击 香港 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政府 在中央的大力支持下 采取积极有效的举措 舒缓民困 恢复经济 推动特别行政区各项建设事业 不断 克南前行 第四 香港澳门加快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习近平总书记 亲自谋划 亲自部署 亲自推动的粤港澳大门区建设 取得重要的阶段性成果 广深港高铁 港珠澳大桥 和多个口岸 相继建成开通 恒情 前海 南沙 等重大合作平台建设 加快推进 内地与港澳规则衔接 机制对接 不断深化 生产要素跨境流动 更加快捷 便利港澳居民 在内地发展的政策措施 持续完善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 香港 澳门 充分发挥 连接祖国内地 与世界各地的重要桥梁和窗口的作用 为祖国创造经济长期平稳快速发展的奇迹 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 随着港澳 和祖国内地的联系 越来越密切 交流合作 越来越深化 港澳同胞的国家意识 和爱国精神 日益增强 特别是经历风雨挑战之后 港澳同胞更加深刻认识到 港澳始终同祖国 风雨同舟 血脉相连 爱国爱港爱澳力量不断壮大 以爱国爱澳爱港为核心 同一国两制方针相适应的主流价值观 更加深入人心 输以十万计的港澳青年 到祖国内地 就学 就业 创业 事业 以越来越强烈的民族自豪感 和祖人盟意识 书写他们的精彩人生